大家好,这里是加州洛杉矶宝石节体验中心 今天跟我一起玩一把汽车飘移 近距离观赏一下宝石节918 Spider 和俱乐部赛车普鲁莫斯519号 洛杉矶宝石节体验中心 Porsche Experience Center 位于加州长滩 对于不同需求的人群有多项体验项目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On the Trap 在道路上 主要试用的是有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 掌握在极端情况下安全操纵请车的技能 试验时间90分钟 体验车型有TK和911卡达雷4S 会体验到冰山、低摩擦圈、公开店等8个项目 比如在这条两公里长的 设有很多弯道和起伏的狭窄道路上 练习正确的制动技术以及过弯技巧 我朋友说他们基本上开到了100麦以上 也就是160公里每小时以上 体验感非常的棒 这是一个附近90米 湿润光滑的低摩擦圈 可以尽情体验挑移 享受驾驶的快感 旁边是干燥光滑的低摩擦操控赛道 有多个不同形状的弯道 可以体验一把开飞车的感觉 这是踢脚板区域 与路面骑平的踢板会引起后轮牵移力的损失 使汽车打滑 在这里可以练习抓住滑坡并控制汽车的正确技术 还有一个7%坡度的模拟冰山 在这里可以练习在极端天气路况环境下的驾驶技巧 那么费用是多少呢 别急 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去大厅里面看几台经典的保时捷车型 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名鼎鼎的保时捷918 Spyder 这款车是保时捷推出的第一款 采用插电混合动力的民用车型 2010年3月 在第80届瑞士日内瓦车展上首次亮相 这款车全世界只手工量产了918台 因为它是918嘛 2015年就停产了 但是迄今为止 这台车的价格保持在七位数美元 目前创下的最高数价是390万美元 最低是114万美元 那么大厅里停放的这一台 售价270万美元 再来看一款赛车 这款车就是著名车手大卫·多诺修 在2022年美国派克风国际爬山赛中 驾驶的那辆布鲁莫斯59号 GT2RS俱乐部跑车 多希望它能放下车窗 让我近距离看看里面的结构 顺便再去看一款纪念版的911塔尔加 这款车是2022年保时捷设计公司Porsche Design 成立5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款911Target纪念车型 是基于911Target 4GTS设计而来 这款车的售价是197200美元 并且配售一款纪念手表 如果有朋友有这款手表 欢迎在评论区展示一下 这辆绿色的汽车 是1970年代生产的911Target Safari 颜色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具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也就是从老爷车向现代汽车过渡的那种时尚感 好 最后再来说一下 这次体验的价格是800美元每人 但是我朋友说非常的棒 同时在美国亚特兰大 还有中国的上海都有保时捷体验中心 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我有任何介绍都不正确的地方 还欢迎多多在评论区指正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旅游见闻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欢迎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更精彩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朋友们